電影永不放棄中,年輕的平底海豚溫特 在海中細細時受捕螃蟹的陷阱織困 被當遺人發現後送往醫院 然而他的命運抗爭還真要開始 溫特的圍棋因為受傷無法治療而得截肢 索性一群海洋學家和假之製作者研發出奇蹟般的人工圍棋 不僅幫助溫特活了下來 更讓他成為千萬美國人心中象徵勇氣與希望的存在 本集每可知多少就讓我們來聊聊仿生意志吧 真實事件裡人工意志專家Kevin Carroll和其專業團隊 花了一年半的時間來為溫特設計意志 多次改良後終於釋出一款簡短的矽膠與塑膠尾棋 軟膠式的結合在溫特殘存的尾幹上 擺動也不會摩擦傷害皮膚 而後在海豚溫特身上學習到的意志改良方法 也應用在人們的需求 比如Carol同樣使用軟膠材質結合方法 幫助在伊拉克破擊炮攻擊下失去雙腿的美國軍人製作適應意志 近年來雨雪也與AI結合打造仿生科技 也提供了意志熱的全新解法 不只修復身體部分更進一步維護患者尊嚴 仿生意志的工作原理是探測使用者的積電訊號 肌肉在收縮時會產生電位差的訊號 當特殊的感測器偵測到自然產生的微小電子信號時 會根據信號的強烈度與大小 將其轉化為直觀的仿生運動 而實驗室階段內更有進階的研發 當意志感覺到互動時 他們產生的信號就會被發送到電腦 並透過意志上的神經電擊將其傳遞給患者的大腦 使患者產生感覺 患者則透過這種手臂肌肉的緊縮與髒方 破關力膽動作來控制仿生意志 然而除了上述為了生活便利所知的迷真意志外 也有團隊反其道而行 參考遊戲裡的角色製作出科幻感十足的意志 英國就有為天生吹小意志手的遊戲玩家梅爾威爾 在日本電子遊戲製作商科樂美和英國3D列印仿生意志公司 Open Bioness 的幫助下 在找回使用手臂的感覺的同時 也獲得了遊戲乾隆電影中角色毒蛇的意志設計 如初一徹的仿生手臂 意願遊戲愛好者的夢 而台灣也有許多相關研究喔 雖然目前上市的意志 還未有體現人體真實運動與感受的能力 強棍大學教授與林蔻強棚醫院則透過長期合作 利用石墨吸電晶體內特殊的介電層電荷調控行為 以及高分子仿生肌肉 成功模擬出人類脊髓神經的反射運動和痛覺調病功能 以反射行為避免危險 讓患者也能夠擁有痛覺 日常生活中有許多患者因為意外與疾病 永遠失去了身體的一部分 不少科學家投入且不斷地研究改善意志的功能 從過去只注重外觀勝過於使用的裝飾用甲之 到殘障奧運短跑選手所使用的碳纖維製成 機能型的意志 乃至於能夠更精確接受患者肌肉瞬息的新一代仿生意志 不同原理和應用目的的意志 種類日漸完整 持續開發期望能讓這些失去肢體的人們 做出更精確的動作 生活力更加便利且安全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想要聊解更多的可以參考下方資訊來源 不想知道有關哪些領域的小知識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